時代力量真的要改名 投機的力量 他怎麼投機呢 他一方面講說 你國民黨要好好發言 用發言的方法的內容 來這個制衡民進黨的 這個八千多億的一個預算 他自己登機發言了沒有 沒看到人啊 沒看到人啊 那第二個 國民黨有沒有發言 國民黨是發言搞個一早上 但是民進黨都不聽啊 連議員都不聽啊 硬跟你胡搞瞎搞啊 那這個不講民進黨要負責嗎 不講蔡英文要負責嗎 還不講邱怡英文要負責嗎 或是柯建民也可以啊 他一句話都不敢講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現在最害怕是什麼 他馬上要被罷免啊 他怕得罪民進黨的時候 民進黨通通跑出來 對不對 罷免他 他就慘啊 對不對 所以他要小心翼啊 當一個那個什麼 門縫中的 夾縫中的小人 那種角色喔 低著頭 他活得好辛苦喔 對國民黨會兩聲 這樣越搞得讓人家看破手腳啦 黃國昌 準備被罷給罷